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大壮起身去上厕所 一个没走稳 身子倾向一侧 屁一来袭 顺便放了一个屁 下一秒 座位上的男人就被臭晕了过去 等大壮从厕所出来 又不小心靠在男人的座位旁 又是一个屁 好不容易苏醒过来的男人 再一次被臭得不省人事 大壮是张银仔的小弟 从小跟着张家兄弟一起长大 自从洪德子解散白虎派 做起了泡菜生意后 现在已经远消海外 几天前 洪德子的禁令被解除 趁着这个机会 他决定带着儿子和大壮出去旅游 下了飞机 导游莫莉来接大家 好色的张老二 一看见人家小姑娘 眼睛就不受使唤了 由于没有出国经验 大壮没有换日币 几人只好拎着5000万韩元 去银行换钱 他们前脚刚来到银行 几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后脚就跟了来 打劫 洪德子一行人 还以为人家是在拍电视剧呢 别人都吓得立刻蹲了下去 只有他们几人还不以为意 下一秒 劫匪空放一枪 他们才惊觉 原来是真的 好歹自己是纵横江湖几十年的人物 要是在这里被人抢了 回去还怎么混 越想越觉得丢脸的洪德子 决定和劫匪拼了 这些劫匪只不过是花架子 哪里打得过在刀尖上长大的众人 没一会儿就被撂趴下了 几人闲着没事 看劫匪的面具挺好玩 就拿下来自己戴 这时警察已经赶到 看着戴着面具的众人 勿将其认为是劫匪 红德子他们拼命解释 奈何对方压根听不懂韩语 其中一个劫匪大头 趁此机会抓上柜台上 红德子的钱袋子就跑 见钱被抢了 红德子几人也管不了许多 立即追了上去 大头想要开车逃走 不论他们怎么拦都不行 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上了后面的车厢 没想到张银仔在银行里 碰上的婚前相亲对象小美 也跟了上来 情况紧急 他也想不了许多 只好将他也拉上了车 路上为了甩脱几人 大壮开始了蛇行走位 将车厢内的众人 甩得内叫一个头晕目眩 好不容易等到众人清醒过来 天已经黑了 大头也早就不见了踪影 小麦店外 老板见到一群 仿佛乞丐一般的人 眼里放着光的向他这里走来 随后风卷残云般的 拿上各种吃的 坐在地上就开始吃起来 老板肯定想不到 这几人看似狼狈 却是韩国黑道上 响当当的几号人物 红德子他们也没有想到 好好的旅游度假 怎么就沦落到了如今的地步 吃完东西后 老板在一旁算账 几人想和他商量 看能不能便宜一些 此时电视机内正巧播放着新闻 里面有红德子一行六人的照片 其实在将劫匪抓获后 莫莉已经和警方说明了 红德子他们的情况 对于大家拥斗劫匪的行为 警方决定表示嘉奖 才会通过新闻播报 但还是语言不通的问题 大家误将内容认为是 抓住他们就会杀无赦 立即拔腿开溜 这下好了 旅游没游程 还成了阶下球 这叫什么事啊 不知道走了多久 天亮了 天又黑了 实在是走不动了 大家决定拦个涮风车 这时小美自告费用表示 这事她来做 于是 摆好搔手弄姿的姿势后 对面终于开来了一辆车 可惜啊 是个眼神不太好的老大爷 一个油门下去 将她头朝地的撞飞 搭车计划失败 看来还得走路 已经几天没洗澡了 几人身上都快长狮子了 正巧路过一个温泉馆 便从侧面的栅栏缝隙 偷偷钻了进去 泡个澡 感觉浑身都不一样了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走路也有劲了 这边女性浴池内 红德子说温泉水都是干净的 可以喝 拉着小美一起喝水 而在水流的上远处 则是难遇吃 这个温泉水的味道 想一想就刺激啊 泡完了走 张家兄弟四人 在换衣室内 发现大头的踪迹 随后众人立即穿好衣服 跟了上去 人是没找到 问题又再一次出现了 他们几人要么穿睡衣 要么穿的是之前的脏衣服 这个样子怎么行呢 于是几人找到一家洗衣房 趁人不备 端起一筐衣服就走 但不巧的是 这一筐全是女人衣服 结果就出现了这一幕 一个性感火辣 身着学生服的女人 一个身着长裙的男人 两人一起走到衣服摊前 尽情地扭动着身体 顿时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而此时他们的同伙 正悄悄从后面绕行 去偷衣服 见计谋得逞 男人和女人赶忙溜之大吉 如此大费周章 为了就是几件衣服 想想几人就觉得憋屈 好歹他们现在也是 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没想到竟然也会落到如此地步 又是人机挨饿的一天 晚上 小美实在受不了了 决定要去警局自首 毕竟这件事和她也没什么关系 她就是见色起义 没想到现在色眉老着 还落得这么惨 红子子说 不行 你现在和我们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 哪都不能去 说着还让张老二将她拉了过来 正好此时有辆大巴车开来 几人将其拦停坐上了车 小美说自己都快饿晕了 为了稳住她的情绪 张银仔决定去问司机要点吃的 结果司机突然将车停了下来 一会儿说自己是法国总统的儿子 一会儿说自己是中国人 一会儿又跳起了西班牙斗牛舞 这是什么鬼 几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梦圈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这人是个神经病 张老三一个拳头下去 轻松将其打倒 早上躲在山上的几人 闻到了一股烤鱼的香味 寻着香味 几人发现 竟是昨晚走散的大壮烤的 没想到大壮竟然还会抓鱼 大家狼吞虎咽的将鱼吃完后 恨不得将烤熟的树枝都吃下去 以前也不是没吃过烤鱼 但这次的烤鱼却格外好吃 拜托大壮再去抓几条 于是大壮来到水里脱下裤子 原来这些鱼都是被他的屁臭死的 在一旁看到的张家三兄弟顿时恶心的不行 不过说起来放屁需要脱裤子吗 这里山清水秀又不缺乏食物 与其在外面流浪还不如在此扎营 于是几人便在这里过上了原始生活 采蘑菇抓兔子生活别有一番滋味 不久后红得子的生日就要到了 兄弟四人决定一起下山挣钱 给妈妈过生日 张银仔选择在工地搬砖 张老二先在街上捡到一张日圆 然后去游戏厅赚钱 张老三在街头陪人打拳赚钱 大壮则做起了乞丐 结果因为警察突然来工地抓偷渡人员 工资没接到张银仔就不得不跑路 张老二最后输得一干二净 张老三钱没赚到还被打得鼻青脸肿 没想到大壮还有一些收获 几人带着妈妈和小美来到一家日料店 大壮身上的钱只够点五碗拉面 可他们有六个人 红得子就说自己不饿 想到外面透透空气 其实是想要将面留给儿子们吃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原本他以为儿子们至少会给他留下一点汤 不成想等他回去时 所有的面条都被小美和大壮吃得一干二净 一滴汤都不剩 原来在红得子离开后 小美和大壮率先动起了筷子 而兄弟三人虽然饿得前胸贴后背 但都不愿意动筷 想要等红得子回来一起吃 既然你们不吃 大壮和小美就不客气了 几人从楼上下来时 发现了大头 他也来这里吃面 见他们人多势众 大头一把拉过身后上厕所出来的小美 作为人质 红得子一个筷子丢过去 精准打掉大头手上的刀 打不过就只能跑了 大家紧追不舍 来到屋外的空地上 大头也跑不动了 索性就在这里做个了结吧 张音仔说 你把钱还给我们 这事就算完 大头说 钱就剩这个了 说着他将手上挡着的包带丢在地上 原来他也被人抢了 一袋子钱就剩这个包带子了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手底下见真章了 作为老大 张音仔手当其冲 由于没吃饭 反应跟不上来 还挨了对方一拳 好在状态很快上来 没一会儿 大头便被打趴在地 此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看见警察对自己毕恭毕敬 还鞠了一躬 红得子有些懵了 这时 茉莉从警车上下来 在他的翻译下 红得子他们才明白 自己已经成为 惩恶扬善的英雄了 不久后 日本警方还颁发 建议勇为勋章给红得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还不忘推销一下 自己家的泡菜 也不管别人能不能听懂韩语 反正说就行了 相较于前面几部来看 家族荣誉第四部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可能和拍摄的时间 也有很大关系 第四部是2011年上映 距离现在较近 影片内所有的笑点 都能迎合当下人的需求 而且这部影片 真的是笑料十足 从几人上飞机开始 一直到最后 都有各种笑点呈现 相对来说 影片的后半段 会温情一些 使得整体上升了一个档次 不再只是纯粹的搞笑片 也使得故事 更具有内涵可看性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不妨一关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想看的电影 请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是 请您订阅诺区留言